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佳慧 你在说什么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快 快 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 这是哪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 妈 我杀人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你跟我说实话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和你说过 她身体已经很虚弱 你只要让她喝上 超浓缩的橙汁 只要不让她相亲 就可以了 可现在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我 我怕浓缩 惩治不起作用 又加了一点花生粉 又怎么了 又加了点花生粉 我只是不想要她 跟金瑞相亲 我没有想得会这么严重 你打死也太大了 她这几年病情反反复复 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根本经不起折腾 现在倒好 出人命令 怎么受伤 都是因为你之前 一直给她吃香柯的食物 她的身子才会那么虚弱 否则她怎么可能 那么轻易就死了 家辉 竟然是你害我 原来这些年 你们一直在算计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 妈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已经查来了怎么办 我不想做了 但是国民死的 要查也查不出什么 其实查出来 李宝贝也会替你摆平的 他 家辉 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已生死了一个女儿 他不会让林冠一个女儿 因大吉去 丁家辉 是 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沈昌青 你死了 你不要怨我 要怨你就怨你的母亲 十一如白 是她先抢走了我的爱人 她毁了我一生的幸福 我恨她 我是在她 刚在完手术的时候 告诉她我和韦孙的关系 她占不中忧 两眼一闭就死了 这可不能怪我 今天你的死 怪不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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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 你别说了 别说了 说了吗 怪不得我们 怪不得我们 原来我敬爱的阿姨 竟然这样对待我妈吧 我一直闹做姐姐的人 还不得我死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有麻烦在 谁也别想伤害你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慌慌张张的 我们是想和长青告个别 想再看看长青 真的只是看看长青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到底在长青做了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维森 我知道 你是看长青这么小年纪 就这样离开了 你心里特别难受是吗 可你也不能怀疑我们呢 维森 家慧 你给我说实话 为什么你一出现 长青就在卫生间里昏倒了 我 我怎么知道 你还嘴硬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那些小伎俩吗 我只不过是给你一个 坦白的机会 妈 非分 你别逼 别逼家慧了 我来说 这个事情你也有错 家慧喜欢金睿 这个事你知道 可你偏心 你偏不给家慧和金睿 一个发展的机会 所以 所以什么 你快说 所以 家慧 就在长青的饮料里 放了一片化生粉 你说什么 化生粉 可是家慧 这是想 组织长青和金睿相亲 他没有别的意思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这真的是一位 是一位二位三 一位 走开 你们个混账 你干什么你 长青好歹是他妹妹 她竟下得了这样的毒手 我 我拿他 你想过没有 她为什么要像这样的毒手 长青是女儿 家慧 她就不是你女儿吗 这么多年来 家慧为了你的名义 你始终不能恢复身份 当代是叛家大消气 长青不喜欢金睿 你非要把金睿塞给他 家慧喜欢金睿 必须不肯让他们叫我 家慧只是收起自己 赢得的东西有什么错 你 都是你管的 你永远不知道啊 打算你们搬进沈家 家慧就跟长青 争这个墙那个 实实都想占些 这些年我欠了你们母女的 我心里有愧 所以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来没有说过他 好 这下可好了 竟然像这样的毒手 早知道我就不会让你们搬起神价 独却求不计 反正我独三也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 你快说 我恨沈长青 我就是恨他 他抢了我的爸爸 抢了我的生活 抢了属于我的一切 如果没有他 你现在跟妈妈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也不会从小就被人嘲笑 我那么喜欢金睿 而什么他能去我就不能去 我就是不喜欢沈长青 我就是恨他 住手 你这个混账东西 真是不许死活 你要干什么 你不许打他 你要打 他打死我吧 打死我去长青长命啊 干什么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长青是神仙未来的接班人 他 他现在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你叫我怎么 向神仙的董事们交代呀 我就知道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会不管我的 更不会放过那两个恶毒的女人 每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我就要称呼自己的亲身父亲 为潘叔叔 看着他亲切地喊着爸爸 有谁 有谁能知道我的苦 韦三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 情深义重的男人 没想到 你会这样对我们母女 当年 我明明知道自己怀了你的孩子 可是为了你的前途 我成全了你和沈亿如 还为你生下女儿嘉惠 我和嘉惠不能见过 我被人耻笑不检电 被人耻笑未婚现月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这一切我都认了 后来 沈亿如死了 我以为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可是你怕我们的感情会影响你在神室的地位 真的 这都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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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三 现在嘉惠犯了错 你要救她 你要包帮她 你不能这样 只要对她不公平 好了 在这里说这些做什么 不怕被别人听见了 好了 嘉惠现在做出这种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 韦三 嘉惠是我们的亲骨肉 你就是把嘉惠送进监狱 长期她也不能复生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真的 想让我们的女儿替她成命吗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长期是沈氏未来的接班人 你以为欧海洋 和沈氏那帮老家伙们会善罢该休吗 就算他们绝地三尺 他们也会把真相查出来的 到时候 谁也护不了她 你干什么 起来 非三 你一定有办法救她 你一定有办法救她的地方 老孩 我知道错了 原来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一世鲁莽 把你救救我 我已经救了 我已经不上厕牢了 求求救了 对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我知道 这些年 我亏欠你们母女的 太多太多了 我就是怎么补偿 也偿还不了 雅琴 你放心 我只有嫁回这么一个女儿了 就算拼了命 我也会护她周全的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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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护他周全 爸爸 对你来说我算什么 妈妈算什么 快 江辉 长青的后事 要好好操办 不能有半点的闲话 给别人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好 还有你 这段时间给我老实点 我知道了 我回去拿点东西 晚上咱们俩在这里守一夜吧 妈 我害怕 做事情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怕 妈 现在知道害怕了 认一认吧 我 我 沈长青 你死了 你不要怨我 你要怨就怨你母亲沈依儒吗 是他先抢走了我的爱人 他毁了我一生的幸福 我恨他 我是在他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 告诉他我和维森的关系 他真不重要 两眼一闭就死了 死得太轻松了 今天你的死 怪不得我吧 怪不得我吧 我就是不喜欢沈长青 他脱落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我恨他 我只要嫁回这么一个女儿了 就算拼了命 我也会保护他周全的 朝夕相处的阿姨和姐姐 居然这么狠毒想要害我 一向醉疼我的爸爸 居然不为我讨回公道 我爱你 你就是要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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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倒是假的 这不倒是假的 长青儿 孩子 你怎么了 妈妈来了 长青儿 你要坚强吗 长青儿 长青儿 你们害死了我妈妈 现在又来害我 十年来 我居然把你们都成亲人一样对待 我真傻 我妈妈不能白死 我也不能这样被你们伤害 既然上天留给我第二次生命 那么 我要替妈妈替自己讨回公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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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